流氓民進黨輸不起 荒唐行徑在破紀錄 昨天内政委員會高金素媒招委 排定審查選罷法 但民進黨團在柯敬明總召的帶領下 一早就霸佔了内政委員會的會議室 杯葛議事運作 沒收我們議案討論的權利 甚至搶奪議事人員的議事路 軟禁我們的議事人員 限制人生的自由 民進黨為了私利玩法弄權 成了民服其實的民進 民主進步黨 我要問賴清德 這就是你想要的立法院 只要民進黨不同意 什麼法案都不能過嗎 什麼法案都要黨嗎 現在是民主獨裁的時刻嗎 我要呼籲賴清德 不要再搞惡意杯葛 限制人生自由 請理性務實面對選罷法的修法 不要讓少數否決多數 你住在我們嗎 你住在裡面 在我身邊 您 因為